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餐点分贝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清洁双手 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 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 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环境 我都放你那就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 尽在运通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他生重病 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预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集超盘手 我是黄子东 每天的十点到十点半 在运通财经台 我会陪着大家一起看盘 如果你人陷在这个盘面上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大盘不是太好 对不对 目前为止跌109点 今天其实你要对照一个族群 今天大盘是下跌 如果你回看 昨天虽然是开高走低 但是已经算是 昨天的行情 如果你要规划 算是止跌回升 今天一个跳空 目前为止跌110点 好 你看到这是今天大盘的状况 那这个地方 我就请你对照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叫做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 你看哦 目前为止跌幅又再稍微扩大了一点 跌120点 但是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怎么样 印太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印太今天涨停板 一档一档看哦 2465 2465 立台目前为止涨5.6% 另外2425 乘起目前为止涨8.84% 不是只有一档啊 不是只有单一个股的利多 而是我跟你讲的是整个族群 一支一支的验证 好 这件事情代表什么 你会发现说 昨天盘是表现的还算可以 但是昨天我跟你讲哦 印太不是每天涨停板 如果你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印太昨天几乎一根长黑黑 几乎要杀跌停嘛 这一档股票今天给你涨回来 又给你拉涨停 首先我要先回溯一下过往 我们这一段是什么时候 开始跟你讲相关概念股的 时间点是3月5号 可以说是3月初 因为3月初 那个时候如果 其实你有看我的解盘节目的话 我对于大盘 我是稍微保守看待的 我也没有在这个地方 每天都在讲说 盘会创新高 盘会创新高 没创新高 人就躲着 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我就在节目上面客观的分析 不是整天想着说 为了给你一个梦 说什么超级大利多 不是盘我稍微没看这么好 我就在这个地方开诚布公的跟你讲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没有含糊其词的空间 这段期间我跟你说 国际股市不好 我们台北股市 终究会被美股拖累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选股票 有一个族群 其实你是可以多留意 多参考的 就是我3月初跟你讲的 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 但是我也公开承认 这一个族群 你自己做 你会觉得很不好做 你第一个可能会说 老师不是啊 如果我选到的是印太 超大赚耶 老师 我跟着你的时间点进场 四根掌平板耶 怎么会不好做 但是我跟你说 现实往往不如人意 因为你可能不是在我们 我们讲的这一个时间点 你未必在3月初看到这一个族群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说你可能会按照 过去教科书跟你讲的 甚至市场 利空消息是满天肥 第一个 数位货币大事件 如果你要讲这一个月 3月 我们就讲3月 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什么 我3月初跟你讲数位货币 结果3月数位货币的大事件 就是内蒙古宣布 退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对吧 如果你有在观测 这项金融商品的话 你应该知道最大的新闻消息 甚至有一些小道消息 当然没有被实证 我们就不讲 不只是内蒙古 中国一直以来就有传出说 要全面封杀相关概念股 那这个地方 我们开大门走大路 我们就不讲说什么 是因为有些资金扶不上台面 他是为了打这些资金 这些你当做茶余饭后的消息 听一听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的节目主轴 我们也不是光讲国际金融商品 我们还是以台股为主 也就是说这一段期间 你看到国际金融商品 有些人在卖债券的时候 也许你会想说 那到底资金轮动到 哪一个金融商品去 那我们说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数位货币 资金确实轮动到这一个地方 我们也跟你讲了 从三月初跟你讲 那个时候数位货币 比特币还在五万 现在你打开价格是五万四 我们就不每天追踪 因为我说我们以台股为主 好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会讲说 那我的操作方式就是 我昨天晚上去看比特币 它是涨的 我今天相关商品我就做多 然后如果比特币是走跌的 那我就放空 这件事情我也跟你说 这样子的操作方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再三提醒一次 因为昨天你如果看相关商品 是不是跌的 跌的不多 小跌 跌幅不到一% 以数位货币的涨跌幅来看 涨跌一%不算很多 小跌 好 小跌 所以你今天会想做什么动作 你可能会说 昨天我看到印太 它是一根长黑K 我以这档当代表 你可以同步去推敲 每一档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 你说 昨天一根长黑K 这个是我在技术线型上面 有学过叫怀胞线 怀胞线应该算是 你进来股票市场上面 技术分析的初阶班 初阶中的初阶 因为怀胞线基本上 算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讯号 好 你今天会想做什么动作 我昨天有在尾盘放框 我今天想说 哇 太好了 昨天晚上数位货币又小跌 那我今天的空单是不是大获全胜 结果没有 瞬间嘎上去 因为我讲 我说这样的操作方法是错的 怎么样才是对的 第一个 你应该去看每一个数位货币 它的所谓什么 挖矿成本 只要在挖矿成本之上 只要它在挖矿成本之上 其实对于显卡就是一个利多 你应该先抱持着这一个操作的理念 但是你说你技术线型上面 看到你应该卖出的讯号 这个我也承认啊 涨了四根涨停板 一根长黑黑怀包线 如果你是风险承受度比较小的 或者是你心脏比较小颗的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你就获利了结啊 昨天我也在节目上 讲说这个是初接班 你看到讯号就应该做动作 获利了结有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你应该知道 如果今天的主力货没有倒完 然后这一档股票其实是利多 它的利多不是说数位货币涨就利多 跌下来叫利空 而是只要在挖矿成本之上 对它而言 它会不会很放心的去做拉抬股价 即使它有出货 它能不能够拉高出货 没有什么哇 这个地方一定要主力赶快把货倒完 这样的危险讯号出现 不是 只要在挖矿成本之上 这一档股票 你要昨天卖你也是大赚 今天卖你也是大赚 这个就好像我之前跟你讲的 我说2021年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年 因为比尔盖茨长期就是世界首富 结果它被拉下来了 有的时候是马斯克 有的时候是贝佐斯 有的时候是亚马逊 有的时候是特斯拉 都好 但是我想说我们一般市井小民 你觉得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他的心情不好 比尔盖茨会不会说 我从世界首富 降为世界第二富有的人 我说其实如果我们以市井小民 我们这些散户的心态去想 会觉得其实没有差 我是世界第一富有 跟世界第二富有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根本一点都没有差 我一样是可以过得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买进的时间点 你能不能在瑕福整理 瑕福压盘的时候你就布局这一档股票 你看到昨天你看到技术限行卖 赚了四根 你如果是今天卖 就是赚五根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大家都在这一个金融商品上面赚到大钱 我也恭喜你 但是不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有些人就会用错误的方式认为说数位货币的涨跌 跟这个相关类股就是做同步 他不是这样子分析的 那你也知道今天大盘表现得不好 但是为什么相关商品今天表现得特好 因为我跟你讲 第一个我们再重复一次 这一段期间我跟你讲的大盘是 我说破强弱看多空 你三月你只要记得这六个字 你就可以操作得很轻松 当然我们还花一点时间讲更细的东西 叫做腾落切线 你可能过去你有看过腾落指标 但是我跟你讲会用的不多 因为腾落指标是一个区间指标 也就是说第一个 来导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下 腾落指标统计的是加速 它不统计幅度 来到下缘线是你进场做多的时候 来到上缘线你应该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一个区间的循环大约是一个月 然后三月中的时候我跟你讲 我看到腾落指标来到中高价位的地方 有没有股票可以赚钱 有啊 但是选股重不重要 它不是像说新春开红盘那段期间 腾落指标在低档的水位 所以你即使是摄飞标选股搞不好都可以蒙中一两档 现在这一个阶段已经不是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再三强调 三月中我已经提醒你了两周 目前为止大盘你有觉得说它非常的强势吗 你现在终于验证了知道它没有 但是是不是多方格局 是因为如果真正的是超级空方结构 那所有的股票不管是任何题材全部都要跌 现在有族群甚至有阻力愿意在这个情况把股票拉到涨停板 你就知道阻力的心态其实是非常胸有成竹的 他完全不害怕 第一个主力也在看大盘 所以他知道目前这个地方大盘是OK的 以多空来做一个分水嶺 现在是多方结构 现在可以进场找股票做多 但是破了强弱 所以不是在这个地方摄飞标选股 告诉你说什么股票三月要创新高 不是讲这种模拟两可的空话 只是为了吸引会员 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段期间我有跟你讲 有一些族群其实你可以操作得很轻松 但是你要抓到时间点 来我们就一一的再复习 一样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有一个族群叫做mini LED 当然大家谈到最多的是顶元 2426的顶元 我跟你讲我们都是开诚布公的 像我就把讯息拿出来 不是在这个地方说 我在节目上有跟你分析过全算它的 我们清清楚楚的跟你交代 2426的顶元 我是买在3月2号 找盘9点31分06秒 我买进2426的顶元 什么时候获利出庆 第一个我说 我们喜欢操作这样子的股票 多方格局的股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多方格局的股票 你看到喔 现行昨天是拉一根长黑K 你看到一根长黑K 我说你想要按照教科书的卖法 没有问题啊 你昨天卖 获利超过30% 如果你是在我们这一个进场的点位的话 今天才卖了 为什么今天大盘下跌100点 它反弹幅度不是很深 它不像数位货币概念股那样 超级活泼 目前为止 弹也弹了2点多% 有没有主力出货的影子 有啊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怎么样操作这一档股票 是不是昨天早上一开盘 你看到新闻消息 你打开报章杂志 告诉你说 富财投控要入股顶元 那我也跟你讲嘛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知不知道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的世界首富 或者是郭台铭住在哪里 几号几楼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很浅白的 你不知道 我讲这件事情 其实只是要告诉你 有钱人真正想要买什么 想要布局什么 其实你不会知道 所以当市场都在讲说 富财投控 它要入股顶元的时候 第一个你就先要小心 这些主力这些大户 他们在做的时候 绝对不会一开始 就先告诉你说 我要买什么 当然其实我们也讲比较白了 富财投控会不会是 昨天突然灵机一动 突然想说 我们来入股 我们来并购顶元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很早 其实内部人就已经看到 已经知道这件消息了 所以当这些利多见报的时候 就是你先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讲的 今天不讲复杂的现行 因为你看我们的节目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都在用 我们自己的看盘系统 不是简单的跟你讲说 什么拉回到月线 季线 什么二十日线 这些基本功的东西 我们不是讲这些 而是我们跟你讲 如何有一套 自己的操作系统 那这个就讲远了 我们还是拉回到股票 而是在跟你讲 第一个 你绝对不要看着 新闻消息面去操作股票 当新闻利多见报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要小心 你就是要留意的时候 但是这档股票你昨天出清 今天出清也好 基本上你都是大赚 没有赚多赚少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目前为止 主力的心态是什么 抓准了 你才可以在一个个股 油然自得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完整交代 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市场上面其实大家觉得 股票难操作 不是这一档股票难操作 是你常常被一些市场上面 错误的消息给影响 尤其是这段期间 有两档股票 其实非常的热门 我们有的是其中一档 就是陈美财跟明基财 那我们有的是明基财 8215这一档股票 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明基财 我们有的是明基财 我们没有陈美财 这一段期间 其实是陈美财涨得比较凶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陈美财上涨嘛 昨天发生一件事情 这一档我们没有嘛 所以我说如果你昨天 你可以赚到一根涨停板 恭喜你 原本我也是认为说 涨停板不会打开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我也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我说有些人会拿陈美财 比较明基财 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 你看财报 你就可以知道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你如果是昨天去追高的 那我也跟你说 你必须要自求多福 因为这一档我没有 我跟你讲 你只要翻开财报 你可以知道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在我画的线图里面 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陈美财 明基财都是做偏光板 但是明基财有做一个电池隔离模 这个是陈美财没有做的 你看财报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因为有些人会这样讲嘛 说陈美财才十几块 所以他可以比较明基财 明基财三十块 所以陈美财还有一倍的涨幅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昨天即使是涨停板 你还愿意去追陈美财的原因嘛 但是事实上 我说如果你看财报 你就可以知道 这种解读方法是在呼咙你 陈美财的毛利率 4% 3% 负的 有没有赚钱 你往下看 去年第三季没赚钱 负0.01 负0.31 没有赚钱耶 相反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档 8215的明基财 毛利率是在16%左右 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会把两档个股拿来做比较 就说你看 友达的偏光板 群创的偏光板 不是这样子看的 明基财有做一个电池的隔离膜 所以这两档根本没有比较的空间 这是我在节目上必须要告诉你的 然后怎么做 这就是我跟你讲 我们独门的操作技巧 安德鲁音叉 你可以在下源线进场 然后你是保守的 在中间先获利了结一趟 你是乐观的等到上源再出 我们不是要告诉你说 哇市场上有什么涨停板 跟你讲说我们有 没有我们就开诚布公 明白的告诉你 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赚我们能够赚到的 各级会员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 第一个 我们的持股就是三档 这也是对观众朋友 也对会员做的保证 第二个 不是整天跟你讲说 哇你看现在市场上 有什么涨停板 什么热门的股票你要去追 不是不是讲故事 而是告诉你 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操作技巧 这套操作技巧 可以让你真正成为股市的常胜君 即当股票 我们也开诚布公的 在这个地方完整的跟你交代 热门股票 你必须要对各股的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都了然于胸 才可以赚到钱 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 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 第一个 你要先稍微考量一下 你是哪一个类型的投资人 你是稳健型的 灵活型的 都有适合你的群组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如果想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就是你拿起电话行动的时候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楼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是有一档股票 要准备送给你的 所以你必须要仔细听 来哦 今天你会发现 大盘表现得不是很好 但是你如果是 跟着新闻消息面操作 是不是有点跌破你的眼镜 为什么 因为昨天拜登突然又开始讲了 说政府沿你三兆美元的 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是不是你昨天看到新闻 告诉你的事情 结果你会发现 怎么不对啊 为什么美股四大指数 昨天晃一晃之后 全部都是下跌的 早上起来 如果你看一下期货 你会发现又跌了七十几点 对不对 我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个哦 前面发的1.9兆美元 是发到人民手上 不是投入股市 其实我跟你讲 你反而可以从新闻消息 看出一些端倪 什么时候拜登会出来说 要发钱 就是盘市稍微表现不好的时候 那盘市表现不好 其实我也跟你讲 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够选到好股票 你看涨加速跟跌加速 其实没有很悬殊啊 但是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今天大盘的跌幅 是这么大 那当然就是全职股 表现不好 前一段期间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如果你手上有一档股票 你可能不爱听 因为这一档股票 股民人数很多就是联电 我也跟你讲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什么 买台积电联电是好股票 没有 因为从技术现行告诉你 我们这个地方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第一个 它已经在强弱线之下 对照后面 你会发现这边的云带是蓝色的 也就是说它已经转为空方云带 所以如果你手上是这一档股票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相反的 我要给你的是这一档股票 今天是3月24号 明天是MIH红海大联盟的平台大会 3月25号 这一档相反哦 我相信你也会看 原本是空方结构 打了一个圆弧底之后 现在一笔你就知道了 联电是空方结构 但是这一档股票相反 后面已经转为正云带 多方结构 这一档股票五开头 我们正式才刚开始进场而已 你不能等到明天3月25号 红海开大会的时候 涨高了之后 你再想说这一场 这一档股票 你到底还有没有进场的空间 所以这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你要赶快跟上脚步才行 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只能够讲到这边 想要这一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就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